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這裡參加香港交易所的新春開市儀式 今天是大年初五 在這裡跟大家先拜年 恭祝大家身體健康 財源廣盡 家肥屋潤 事事如意 生意興隆 恭喜發財 過去一年可以說是風高浪急的一年 因為地緣政治的原因 因為能源和糧食價格飛漲 通脹率很高 世界主要的央行都加息 也收緊銀根 令到金融市場的波動很大 不過即使如此 我們香港的股票市場 我們的金融市場 給全世界看到 我們是一直以來 無論什麼風浪 都是很穩健 很有秩序地運作 可以這麼說 我們的金融市場 是有無比的銀力的 而自從去年年底開始 香港和我們國家 開始和國際恢復聯繫 可以這麼說 整個市場的氛圍都很轉過來 今年是兔年 大家知道兔仔機靈活潑 我深信今年我們的股票市場 一定吐氣讓味 吐藥如飛 跳上新台街 踏上新的水平 大家知道 在一國兩制之下 香港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地方 匯聚了國際優勢 和中國優勢的地方 國際優勢就是資金和人才 中國優勢就是規模 以及越來越多的資金 所以未來 我們是要一直不斷地提升 我們金融服務的平台 我深信 港交所在未來 上市平台的競爭力 會不斷地優化 大家耳熟能長的 包括短期內 就住一些特專科技公司 即使它的營業額或者利潤 未能夠符合上市一般的要求 但有鑑於這些公司的特殊性質 交易所會出台一些政策措施 讓它上市 另外一方面 也會激活我們的創業板 讓這個創業板 能夠發揮更好的功能 幫一些初創 或者一些中小企業 來融資 剛才Laura有提到 國家是非常支持香港 金融中心的發展 去年出台 去年宣布的幾個措施 包括利率互換通 包括將國際 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納入南向通的標的範圍 也包括 港股裡面 南向通裡面 部分的股票 可以進入 港幣和人民幣 這個雙季制 這些都會是 今年短期內 會全力盡快推出的措施 不過即使這樣 我們仍然是不斷要努力的 所以我是很期待 大家一齊多些走出去 說好香港故事 同時間 我們特區政府 今年會搞很多大型的活動 來吸引 邀請更多國際的朋友 來到香港 讓他們親身來這裡看看 我們這裡多蓬勃 多有競爭力 多有機會 最後借這個機會 再次公祝大家 身體健康 生意興隆 今年各位股票市場的朋友 都課於輪轉 加肥屋潤 多謝大家 請問請問 我請問 您找個詞 你找個詞 多謝大家 那位 我非常開放 那位 有資格 而且 也歡迎 多謝大家 我 從